列位,赵旅派案每天都有更新啊 找不到我们的话,赶快关注我的头像 到这里面来找啊 列位,欢迎来到赵旅派案 英国脱欧这个事啊,脱了三年 导致很多人都失去耐心了 不单是英国普通的老百姓 英国女王都不满意了 最近传出消息来,说女王身边的人士说 女王曾经几次表示过 英国今天当政的政治家一点能力都没有 他们解决不了复杂的国际问题 结果导致英国脱欧 甚至导致英国将来经济产生很重大的问题 按历史上讲,英国女王虽然是英国最高的元首 但是一般是不对国内问题发表什么意见的 英国女王不满这个消息流露出来之后呢 让英国很多反对党还看到希望了呢 有的英国反对党就说 到了今年九月份 如果约翰逊首相真的要硬脱欧的话 他们就要在议会投不信任案 甚至他们希望英国女王出来主持大局 废掉英国这个无邪意托欧 那么英国女王到底有没有权力出山来主持大局呢 长久以来我们知道 英国是个君主立宪制国家 英国女王是一个名义上的元首 应当是没有什么实际权力的 我们经常把英国女王戏成为一个政治上的吉祥物 或者说橡皮图章 议会那才是大权在握的 首相决定了什么事 告诉女王一声就得了 可能定期首相去见一下女王 跟女王汇报汇报 说咱国家有什么重大情况啊 有什么进展啊 但是实际上不管首相怎么说 英国女王呢只有点头的份 甚至前些年还有人遇论 说这个查尔斯王储 这个戴安娜王妃死之后 竟然娶了她的老亲人卡米拉 卡米拉还跟别人结构婚 还生过孩子 太不成体统了 英国人不希望卡米拉她王后 所以有很多英国人都说 是不是等女王逝世之后啊 这个英国就从君主立先制国家改了 不要再设英国国王这个职位了 但是英国女王也好 英国国王也好 他们真的是一点权力没有 纯纯翠翠的一个小白兔吉祥物吗 不是这样的 按照英国的法律 英女王实际上还是有很大的权力的 首先第一 人家是国家元首啊 国家元首一般就是三军统帅 也就是说英女王才是英国所有军队的最高统帅 其次英女王对于首相是有任命权的 理论上讲 是议会选出了一个首相 然后女王同意 这个首相就职 虽然说三百年来还没有出现过 议会选出一个首相 然后女王不同意的情况 但是法理上讲 人家是可以不同意的 而且英国议会通过的法律 也得英女王签字批准才能成效啊 人家是国家元首 虽然说英女王从来没有不批准过 但是人家有不批准的权力 而且英国女王还可以解散议会 就是说当英女王觉得 现在这个议会 现在这个首相已经不胜任的时候 我可以解散议会 重新大选 虽然英女王从来没有使用过这个权力 但是你不能质疑人家有这个权力 也就是说 对于英国女王来讲 她不是我们表面看起来的那么人畜无害 人家是真正有权力的 只不过她遵循几百年以来的传统 从来不动用这个权力 然而 一旦当英国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 或者说 当英国遭遇到了非常重大的危机的时候 英女王有没有可能站出来 用一用她这个权力呢 而且 一旦她动用了这个权力 就马上会让英国陷入了一场宪政危机之中 到底女王说的算还是首相说的算 到底女王这个权力是真的还是假的 是实的还是虚的 而且 当英国的反脱欧派感觉到 走正常的路子已经走不通了 英国现在的首相也好 各大臣也好 是坚定的无协议脱欧派的话 他们也得想折 不能做看英国分裂成四块 他们是不是有可能去跟女王商量 去借助女王的权威来打压脱欧派呢 更多大千世界 更多古今蛮人 点击赵旅拍案的头像 进来看看哦 赵旅拍案 本回书着落在此 欲知大千世界尚有何等惊奇 自然是且听下回分解 欲知大千世界尚有何等惨呢 还是hões无限的 欲知大千世界尚有何等惨呢